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众女星排队试镜藏海传、肖战、郑小龙的号召力,非同一般。 《藏海传》是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据说将由导演郑小龙指导。 郑小龙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他的作品往往备受瞩目。 此次他将指导一部大型全谋剧,这部惊让人期待这部剧会呈现怎样的精彩。 作为一部备受关注的电视剧,其演员阵容自然是备受瞩目的。 郑小龙导演的指导能力和肖战的演技实力都备受认可,这也让人们对这部电视剧充满了期待。 特别是对于女主角的扮演者,竞争十分激烈,不少演员都希望能够通过视镜得到这个机会。 据悉,该剧的男主角将由一位91年出生的演员出演,而女主角则由一位99年出生的演员扮演。 这样的组合让人期待她们会在剧中擦出怎样的火花。 目前,网络上出现了几位被提及的女主候选人,包括张静怡、卢玉小、李兰迪、王楚然和任敏等。 虽然不知道最终人选是谁,但可以看出竞争非常激烈。 排队视镜藏海传女主角,热度可见一般。 男二号的角色也在洽谈中,相信很快就会有更多消息传来。 事实上《藏海传》将于下个月开机,这对于所有参与该剧制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该剧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不仅因为郑小龙和肖战的参与,更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就备受关注。 对于那些渴望在演艺圈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肖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他在过去的几年中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还有着极好的业内口碑和回报率。 他的出现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其实,肖战正在参与拍摄徐克指导的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而我们知道,在电影圈,徐克是一位顶级的大导演, 他的武侠大男主电影一直备受瞩目, 定档2024年春节档,未来可期。 而在电视剧圈,郑小龙也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导演, 他的全谋剧总是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像之前的《甄嬛传》早已经成为传送经典, 孙丽也凭借该剧坐稳了《娱乐圈女演员》第一梯队的位置。 可以说,徐克和郑小龙两位大导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而肖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与之分别合作, 并出演重要角色, 这无疑是对他演技和形象的一种肯定。 对于肖战来说, 这不仅是一个挑战, 更是一个机会。 他需要在如此优秀的制作团队中展现自己的实力和价值, 同时也需要通过这部剧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演艺圈的地位。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保持自己的上升趋势, 生粉天堂也将继续陪伴着他成长。 写在结尾, 藏海传的开拍是一件令人期待的大事。 无论是导演郑小龙还是演员肖战等人都备受关注。 相信这部剧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至于排队视镜的女主角到底花落谁家, 只能等待最后的官宣了。 杨子,演艺界的闪亮公主 杨子,不仅是演艺圈的公主, 更是大家心中永远的偶像。 她的热爱和执着让她在成长的道路上一路璀璨, 一路闪耀。 那么,是什么样的努力和才华让她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秘杨子的成长之路。 从小时候开始,杨子就展现出了对表演的浓厚兴趣, 她在电视剧中塑造的角色总是触动人心, 让观众们感同身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演技也日益精湛, 屡获殊荣。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有着耀眼的成绩, 杨子还是一位热心公益的爱心大使,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她的善良和热心赢得了更多人的敬佩和喜爱。 在个人生活中, 杨子活力十足, 热爱旅行、 阅读、 运动等各种活动, 总是充满着朝气。 她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感染了身边的人, 让人们更加热爱生活。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生命的热爱和热情。 今天, 我们共同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小杨子ICON生日快乐。 愿你永远保持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 在演艺道路上继续绽放光芒。 也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热情, 享受生命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 愿你永远幸福、漂亮、心存挚爱。 让我们一起为这位可爱的公主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经过这番回顾, 我们不禁要问, 杨子是如何在演艺道路上一路成长并取得成功的呢? 杨子平常相思越为九十小花之首, 静待假发拍洗发经广告挨轰宣传不时。 九十顶流小花杨子主演《长相思人气》更上一层楼, 广告戏约应接不暇, 没想到近日却因代言洗发经, 遭网友举报戴假发拍广告, 明显与产品强调的防脱功效相悖, 涉嫌虚假宣传, 引发不小争议。 在广告中, 杨子身穿身穿湖水绿莲衫裙, 顶住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 随风飘扬的模样 让人看了心动。 而当他头发垂落下来之后, 发长直接越过腰线, 这样的发亮与长度, 拍古装剧完全无需使用假发, 可以蒸发上阵。 就在粉丝折服于杨子的盛世美颜之中, 却有网友发现杨子真实头发的密度和广差很大, 因为对比杨子在10月时, 头发紧过肩膀, 11月初参加活动时发长也才留到背中间的位置, 且头发自然披散时也就薄薄的一层, 与他广告中的过腰长发与浓密度, 简直相去甚远。 也因此, 网友不禁质疑杨子的团队在拍广告时让杨子戴假发, 这显然与产品的防脱功效相悖, 以涉及误导消费者之嫌, 是违法的。 对此, 粉丝护主心疼杨子人红是非多, 被一些网友小题大做了, 而且杨子可能不知道团队让他戴假发的细节。 但纠举的网友也没错, 因作为代言人, 杨子和团队确实应对代言的产品充分地了解和审查, 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出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